好,那一开学的时候 我记得我问过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 Internet跟web有什么不一样 各位还记得他的差别吗 Internet跟web Internet的中文是 网际网路 web是World Wide Web的简称 那台湾叫全球资讯网 然后大陆叫万维网 那就是他的差别很明显 基本上你用浏览器看到的那部分 都是用web的技术呈现出来 所以web所架构在的协定就是http 那在开学的时候问大家这一点 其实应该大家都不太清楚 但是现在在问大家 如果你还不清楚 代表你前面没学会 因为我们已经写了一个web server 还写了cloud 所以这时候如果还不清楚web是什么的时候 那就是web server和cloud那一段没学好 所以我们稍微再来复习一下 一般来讲最广的词是network 网路 然后呢 internet已经是一个专有名词了 比较窄一点 network是范子任何网路 包含各式各样的公路、马路 类似那种都可以叫network 但是internet就专指这个tcpIP协定上面的这一种 这一种网际网路 那web呢 就指的是用https 不是http 就是http这个协定和html UIL架构出来的那一个架构 那通常你是用浏览器看到的 这个东西叫做web 所以我们前面的Socket programming 其实是在教internet programming 那后面的 从这一本开始的web programming 其实是在教网站设计 ok 那这一点请大家在这本书开始之前 先确认你区分的很清楚 那所以呢 internet其实是1960年代 美国的国防部 所发展出来的网路 那有时候其实美国 我觉得它的科技发展史 你去看你会觉得它非常非常奇特的一个国家 特别是在科技发展上面 那它国防部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或者在它很多的技术发展史上面 那为什么国防部会扮演那么重要的角色呢 一个是因为我的观察 一个是因为美国的国防部肩负的都是他们科技最前沿的那些东西 因为国防的东西都是最花钱 然后技术最最先进的 美国国防部要发展出这个网路 其实他们的目的 当然不是为了让全球的人可以通讯 对 它的目的是什么 有人知道 为什么美国国防部要发展出internet 你前面讲对了 但是后面就完全反人 那前面对的意思是 军事讯息需要传递 这点没错 但是呢 不会被截取 这点刚好相反 你如果仔细观察internet internet要截取非常非常容易 而且是明码 明码完全没有加密的结果 他一开始根本就没有考虑加密 所以一开始呢 我们看到的东西都是http 都是http的 那后来呢 因为明码在网路上传来传去 太危险了 很容易被截取 所以在某些比较重要的地方 他就会加上s 那https就是指http的安全版 是用SSL这种技术 做加密通道 所以呢 前面的部分是对的 但是安全的部分 其实是一开始根本就不是 考虑这个东西 那一开始考虑什么呢 那一开始其实重点不是在安全 而是在哪一种网路 可以在遭受军事攻击的时候 不会被瘫痪 哪一种网路可以在遭受军事攻击的时候 不会整个网路被瘫痪 这是他设计考虑的重点 那什么叫整个网路被瘫痪呢 这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说法是 传统的网路比如说 如果今天台湾都是中华电信所建 那中华电信的骨干网路在哪里呢 我就把那个给炸了 那整个台湾的通讯就 就瘫痪 美国很怕人家瘫痪他的通讯 所以他去研究怎么样子做出一个网路 没有办法被瘫痪 那这一点其实后来证实了这个网路确实有这个特性 不过有时候也是有些意外 意外是因为商业的关系 所以才导致说这个网路会被瘫痪 那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 在我这两个例子都在台湾的 第一个例子是 921地震的时候 各位可能都还没出生 我应该出生了 921地震1995年 可能刚出生吧 好 那时候呢 台湾的 南投南投整个中部的电力 其实是 是很多都瘫痪掉 OK 那 但是呢 那时候 为了救灾 为了救灾呢 必须要有通讯网路 那 结果呢 第一批 成功的 重建网路 然后把 把讯息传到灾区的 然后变成 实际在救灾的指挥中心的 是哪些人呢 是那时候其实一堆大学生 他们 马上利用Internet去 建构了整个通讯网路 然后有 有主要的负责网站 然后再去 再去分配这些讯息 给大家可以互相协调 后来在八八风灾的时候 这件事情又再度重演了一次 所以 网路在这个特性上面 你会发现 他 因为他不是集中式的 他是分散式 所以只要有路可以通 他就不会被瘫痪 除非两个网路完全断绝了 那两个之间就无法沟通 OK 否则只要有路可以通 你可以绕到美国再回来 都没有问题 所以我 往往我们在现在的 网路上面 我们的讯息很多 其实是绕到美国再回来 但是 美国在 2000年的时候架了 太多太多的光纤网路 所以导致 很多讯息反而你到美国是最快 到 离你很近的地方反而很慢 结果你跟他的通讯 竟然是绕到美国再回来 好 所以呢 Internet本身的设计 各位应该在网路上 网路概论上面已经学过了 他是 什么switching的 网路方式 Hacket Switching 对 以封包为主的 的 传讯方式 所以整个TCPIP都是建构在 以封包为主的传讯方式之上 好 那 所以 Internet指的是 那一个 那一个TCPIP架构上来的 整个网路 包含硬体的系统 那 浏览器所看到的 就是web 那 所以呢 你现在用 Google Chrome 或用IE 或者是用 Firefox所看到的那些 或者是你用iPad Safari 看到的那些通通都是 只web 好 那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焦点会是 web的程式设计 那 有关Internet部分 我们已经在前面一本书里面讲过了 所以你有兴趣的话 应该已经都学了 所以 忘记的话再去看一下 好 那web 这个 呃 其实有点 不好讲 因为这二十年来web的技术发展的非常 非常多样 然后又非常快 然后技术又很分析 所以 其实 要怎么 讲下来 其实是 很难取舍的一件事情 那 我稍微看 稍微 给各位看一些名词 可能各位对这些名词 会听过 哪些名词呢 PHP 应该有听过 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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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P RubyUnware Python Bjango NodeJS Sml Json Sml HTTP AGS JQuery 那不止这些啦 还有太多太多 的web相关技术 这些是我目前想得到的 好 那但是这些呢 其实 都是 可选择性的 你不一定要用它 那有些 你一旦要用web 你就不可能不用它的 例如说 整个web是放在HTTP之上 你要写web 你不可能不用它 当然有些人会帮你写好一些套件 你就根本不需要知道 它的后面是怎么做的 然后你就可以用 那HTML呢 是最难避开的 你整个web技术不架构在HTML上面 那就变得很奇怪 当然你可以选择Flash 但是Flash正在慢慢的 视为当中 HTML5正在 逐渐的起来 那URL 就是这个网址 那应该也没有什么web技术 不架构在网址上面 那CSS 是HTML的排版技术 OK 所以 这部分 其实跟HTML是绑在一起 你可以不用它 但是你的网页会写得很凝乱 JavaScript 这个是在 浏览器HTML裡面 唯一可以写的程式语言 所以 如果你不用它的话呢 就 会少了很多互动性 当然你也是可以用一些套件 比如说ASP 去做 那你自己本身没有看到JavaScript 但是事实上它有帮你放了一些JavaScript在里面 所以我们这一本书 其中好之后 我们打算用的是HTTP 加HTML 加CSS 加JavaScript 那这一块有可能会跳掉 就不讲它了 那直接 看Nord.js 那所以会用这些技术来看 所以呢 所有的东西起点就是HTTP了 那这部分我们已经讲过了 所以我就很快的带过 HTTP就是我们写WebServer时候所讲的那些东西 第一个 浏览器把网址传给Server 这个网址是放在get 或者是post的后面 然后呢 取出对应的档案 Server就取出对应的档案 然后把档案内容传为一个浏览器 这大概就是我们那个WebServer那个程式 所做的事情 那接下来 HTTP的协定 就像这样 其实后面这些都可以没有 但是通常会有 最重要的是后面一定要跟着一个空行 代表表头结束 OK 那第一行呢 格式一定是这样 但是这个版本可能会有改 这个网址可能会不一样 第一行一定格式就是 就是这个格式 但是get可能会变成post 也有可能变成fleet OK 那回应的时候呢 就会 采用像这样的方式 OK 我印象中应该回应的时候 还是要有个空行才对的 不知道是不是漏掉 应该 那我认为应该有个空 还是没有 再查查看 好 OK 那所以呢 呃 传送和接收 其实都是文字格式 哦 其实相对的 蛮简单的 但是他还是可以传影像 哦 还是可以传影像 所以如果那个回应的时候是 是一个影像档的话 那他还是可以 把整个影像的byte stream 可以放在这里 好 回传 那要读多长呢 就是根据content length 来决定 好 OK 那这是http 的协定 稍微复习一下 但是网址有时候呢 不会那么简单 网址有时候 会有像这种东西 问号 后面加上 一些参数 OK 那各位应该 很常见到这种情况 我们直接拿google 来做翻译 就 好吧 就收这个 好 那你可以看到 google的翻译 哇 google已经改成用shop了 那所以这代表什么呢 有没有人看得出来 google改成用shop 代表说 他现在的技术 基本上是走向于 立即互动式的 采用javascript 来做 尽量不要用问号 后面的那些东西 OK 然后可以让他 把技术转到 adjx上面 那我这样讲 可能很多人 没办法 立刻了解这些事情 甚至 后面 后面你学完之后 你应该就可以了解 那所以 光是你看到一个问号 改成警字号 其实背后所隐 隐含的意义大有不同 这个我们 之后会再说 那所以google 现在已经改用警字号了 我们改用yahoo 试试看 或msn 好 这里是用beam 好 你有看到beam 他还是用问号 对吧 所以代表google 其实一直在往那种 互动式的方式移动 那用javascript的方式 那beam 还是采用比较传统的方式 你可以看到他的 参数是用q等sdccc 然后前面是用问号的方式 在处理 然后用and and 这样的方式 去隔开每个栏位 OK 那这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 你如果今天呢 是这个讯息的话 server他会收到的是这一串 server会收到这一串 OK server收到这一串 就像这种方式 去收到 那你就要去处理这一串 你要把每一个栏位解析出来 再去做 讲座的动作 好 OK 那另外有一种 参数传递方式呢 不需要靠着 问号后面去传的 那这种参数传递方式 称为post post呢 通常他就不会靠 问号后面去传的 他会 靠着这个后面的 后面的 表头后面的那些内容去传 那通常传的比较长的时候 会用post 传的比较短的时候 才会用这种 这种参数的方式 否则你如果要把整篇文章 放在这边传 那你的网址列 就塞的满满 OK OK 所以 post的这个东西 就是通常会传比较长的东西 那比如说整篇文章 那我就可以用post的方式传 那这边呢 那我们有看到 这样一个讯息 Hello How are you 你会看到他在这边编码 编码编成这个样子 OK 那基本上 Hello 这个没问题 加是空白被编成的嘛 空白在内文里面 他不会用空白 他会用加 那post的21 就代表说 后面有加上一个 21 的这个字元 21 的这个字元 那这个是 金卡号 OK 那post 0d post 0a 这个有没有 觉得很熟 0d 0a 是什么的嘛 斜线R 斜线N 斜线R 斜线N就是13 和10 也就是0d 和0a 13和10 我这样讲 听得懂 斜线R 斜线N 斜线N 斜线N不就换行吗 斜线R和斜线N 在Windows里面 两个合起来 才是真正换行 一个是回到开头 一个是下一行 OK 所以 你会看到空白都变成加号 然后呢 这是它的编码方式 它在 浏览器在传送出去之前 会先把这整个讯息呢 编成 这种码 然后再传出去 那到了对方 伺服端呢 就要把它解 解回来 好 当然那个解都有简单的函式库 可以做 所以不需要自己重写 不然就类似 在早期的时候 真的很多人 在自己重写这个东西 但是 现在已经进步了 所以 能够用函式库 就 不需要自己再去处理 好 所以一旦 server取得了讯息之后呢 就可以回应 比如说 最常见的就是 你在填写那个 注册 你要注册一个网站 然后你要填写基本资料的时候 就常常会需要 需要有post的讯息 然后 那个server收到的就是这些 那不过现在呢 因为 因为注册资料 是很重要的秘密资讯 但是 httb本身呢 并没有加密 所以这导致 如果你直接 用 httb的方式 去传送注册资料的话 有人把你截了 他连你的帐号密码 通通都给截了 这要截很容易哦 你用那个wireshark 然后 就把它放在这里 然后呢 他会 你就让wireshark 搜 这间教室 就是整个区域网 都录着所有包 OK 那这时候呢 只要有人在这间教室 试图 申请新帐号密码 你都可以看到 他的帐号密码 如果他采用的是httb的话 所以那是很危险 所以 后来就发展出来 其实现在你在 申请新帐号密码的话 那个网站都不会采用httb 他会采用https https就是 采用了ssl的加密方式 那这时候 即使 他用wireshark 搜你的封包 他是可以搜得到的 没错 但是他搜完 搜到的那些结果 是加密的结果 你看不懂到底是什么 OK 那 是不是这样就代表说 有了https 我就可以高者不忧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 不担心我的 资讯被窃取 其实 不是的喔 因为 虽然你用wireshark 截不到人家的圆码 截不到人家的那个解密过的东西 但是 你有没有想过 现在 病毒 木码 之类的东西 这么多 如果你的电脑被指入了木码 那会怎么样 假如我的电脑被指入了木码 那就算我有用https 对方还是知道 我键盘打了什么东西 他可以用一支木码 来监控你的键盘的按键 这你没办法防啊 OK 所以一旦 一旦你的电脑被指入了木码之后 基本上 你打什么 他一定都看得到 那 有没有人 有用过 自然人凭证 或者是 web atm web atm 各位应该比较有用过 自然人凭证 你们可能比较少用 因为你们不用缴税 web atm 他怎么做 我现在手上的还是第一代的web atm 其实听说还不适合够安全 那 web atm 你用的时候 像我习惯可能会用中华电信的 中华邮政的 它那个转账方式 那 有用过的人 你应该会发现 他不让你用键盘去输入 是不是 那他 那个密码 就是金融卡的密码 他会让你用什么输入 对 螢幕上的小键盘 对 螢幕上的小键盘 为什么要这样 而且 螢幕上的小键盘 其实 你会发现 他每次出来的键盘 都长得不太一样 因为它是随机产生的那个按键 所以呢 目的就是 让窃取的人 不知道你到底按了什么键 但是 虽然窃取的人不知道你按了什么键 他有没有可能破解 因为他知道你点了 滑鼠点了哪里 对 可是 从滑鼠点了哪里 他有办法 推算出来说 你到底按了什么键吗 还缺一个资讯 是不是 如果他知道你滑鼠点了哪里 而且呢 他的木马 会把你的 画面也一起传回去 那他就知道了啊 不是吧 VNC都可以做得到 为什么木马做不到 他可以做得到啊 所以他如果 知道你 你按了哪里 然后呢 又把你的画面的那个键盘部分 整个传回去 甚至整个画面要传回去 也不是难事啊 都很简单啊 那这时候 就被破解了啊 所以在web上面 其实这种东西是很不安全的 我自己其实对web ATM的这种方式 都是很怀疑 因为木马嘛 你很难做到一个绝对有效安全的方式 那更何况 如果他要大量 大量 截取人家密码的话 他甚至可以不需要把画面传回去 他甚至可以不需要 靠人 靠手动 靠眼睛的方式去 去辨识这些讯息 因为那个画面上面的那些数字 写得非常字正腔圆 所以他只要弄个OCR软体的话 就全部都变回去 OCR就是那个光学辨识软体嘛 就是 比如说你给他一本书 经过数位相机或者是扫描回去 那个图片 他自动把那个字全部都辨识出来 告诉你是什么 他这个技术现在很成熟啊 现在光学辨识非常非常成熟 所以 他可以做到完全自动化 有没有人 知道那个Google图书是怎么做出来的 Google图书还因为这样被告 告了好多年 恐怕快十年了吧 Google图书已经改成Google Play了 好吧 随便搜一个 好这个就是Google图书 OK 那他之所以被告是因为Google在早期要做这个图书的时候呢 是他为了要快速累积很多的书 所以他就跟人家图书馆合作 然后直接把人家图书馆里面所有的书拿来做OCR 然后全部扫进去 因为OCR可能有时候还是会有点小错 所以呢 他不止OCR 他是把影像整个存档 然后你检索的时候是检索OCR出来的那些内容 但是呢 看的时候是看到那个图片 所以他就把整个人家几十万几百万本的书 就这样子直接倒进到Google图书里面 结果就一大堆的出版商作者就联合控告他 后来Google败诉 然后 不过还好Google比较强 因为他钱多 他就跟那些作者一个一个和解 用钱把它买下来 就这样子 所以 这是 这是 岔开了太远 所以OCR其实是 是现在很成熟的技术 所以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做不到的事情 好,那之前我写了很多版本 Java版的Web Server我也写过 那C-Sharp版的各位应该已经看过了 那 Note.js版的 在我们后续我们会给各位看到 那Note.js就是一个可以用来写Web Web开发的平台 好,OK 另外其实有一些工具 像上次那个方式以来的时候 其实他这几年就是 在交大都是在玩那些工具 那因为从Linux进去做网管的话 几乎都在玩那些工具 那像Curl就是一个 你很容易用来观察 因为你可以输入一些东西 直接打字 然后对方就会传回 讯息给你这样子 那如果你有兴趣 去了解这个协定的 各种协定的原理 用Curl可能是可以 所以很不错的一个工具 好,OK 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章 为了程式简介的部分 那等一下呢 我们就要开始来讲HTML 那这个HTML 可能照理讲 各位到三年级 应该是都已经学过了 可是呢 因为有同学说 因为有同学说 那个老师 在我们已经学很多次了 学很多次了 学很多次了 因为认识了已经好 因为赵鱼香的老师 赵鱼香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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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稍微调查一下好了 因为有人学过 那可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不知道 大家修的课是不是一样 可能有些人学过三次 但是呢 有些人呢 一次都没学过 而且呢 可能他有 他应该要有学过 可是他那一堂俏课 或之类的 所以不一定 那我们稍微调查一下好了 你已经 你已经学会HTML的 请让我知道一下 你已经会HTML了 两位 好 请慢一下 还有没有其他的同学 还没有其他的同学 灰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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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怎么没有灰蝎 灰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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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没关系 我觉得 既然只有两位的话 我们还是得再讲一下 虽然我们可以 比较快一点的讲 但是 不要花太多时间 但是 还是得讲 不讲的话 我觉得 会跳掉这门课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所以 我们还是很快的讲一下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 十分钟再回来看HTML 谢谢